這三個硬盤包含了中共的生化武器計劃13579 我們之前講過了是不是? 生化武器計劃是這個13579裡面重要的一部分 更加重要的是這三個硬盤還包含了習近平的一些內部講話 這些是有語音的有證據的這些東西是走不掉的 習近平這個內部講話裡面明確說新的軍民融合項目 將以什麼作為優先計劃呢? 安雄你聽聽 將以基因編輯、生物攻防、疫苗開發作為優先計劃 這些內容講出來還不直接將美國人嚇鎖? 是不是? 這三個硬盤他們給了誰呢? 先給了佩洛西 民主黨看完這些之後 整個民主黨裡面 還會有人跟中共去勾對嗎? 不敢了吧 中共這樣明顯就是要滅了整個美國 是不是? 但是民主黨又想利用這件事 利用中共的力量 將共和黨將川普總統做低 中共將基因編輯這些作為優先計劃 這個是習近平說的 三個硬盤裡面都有文件有影像 有文件有影像的 包括中共的長期戰略計劃 到最近 習近平的這些講話都在裡面 你想一下 除了這些還有什麼? 還有對各個單位開展一個督查 叫做八大戰役進展的情況督查 八大戰役 裡面包含對美作戰、滲透、媒體戰、信息戰 然後就是黑客、網絡黑客、生物戰等等 這一系列的內容 這些都是屬於八大戰役 硬盤包括中共八大戰役進展情況的回報 據我了解 據我了解 這些東西可以說 全部都已經被美方掌握 現在很多人就會說 這些東西既然美方都有 為什麼不把這些資料趕快拿出來呢? 拿出來的話 就是要跟中共開戰了 拿得出這些所有東西的時候 這些都是屬於要開戰的環節 在下面的最高的地方 那裡可以說 這條世界最高的大戰役 對不選擇 所以有兩個司禮 從大戰役開始 那裡就開始了